你好 欢迎收看8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2020阅读起不走 8月24号正式启动 为了鼓励家长陪伴孩子们 从出生就养成阅读的习惯 只要涉及在花莲县0到5岁因幼儿 都可以前往各乡镇市立图书馆 来申办阅览症或者是领取阅读礼带 而今年呢 特别针对108年8月以后出生的幼儿 家政幼儿汇本 我们的家只有3000本 希望可以期盼借由温暖柔美的插画 带领小朋友们来探索花莲的文化 2020阅读起不走 24日上午 在文化局图书馆二楼中庭正式启动 鼓励家长陪伴孩子从出生就养成阅读的习惯 近年除了鼓励花莲县0到5岁因幼儿 家长前往各乡镇市立图书馆 申办阅览症或是领取阅读礼带 还针对108年8月以后出生的幼儿 家政耗时5年 限量3000本的我们的家幼儿汇本 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交到花莲的每一个新生儿的手里 这是未来变成是我们文化局这边要担起的很大的责任 我们希望是送给最需要的人 尤其是偏乡 尤其是这些比较弱势团体的家庭 他们不会走进图书馆 那我们怎么样去交到他的手里 我们会利用实际的一些医疗体系 我们也会利用我们下乡 去帮社区部落说故事的机会 然后让这一本书流传下去 我们的家幼儿汇本 由花莲词苑幼儿部医师朱绍莹撰写文字 与在地插画家钟义珍 花莲县文化局图书资讯科长杨书梅 共同努力下 今年顺利出版 由朱绍莹医师发起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概念非常的棒 所以也深深打动我们两位 就是有一位绘图的钟义珍老师 那这一路五年以来呢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 还有林伟信老师 他一路陪着我们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指点 这个书也很符合我们 多年来一直在推的 这个Bookstar这样子的一个 零到五岁的阅读 那书里面呈现的呢 其实我们希望他是专属花莲的 那每一个页面都会有青子 那青子可能是动物啊 也可能是植物啊 花莲的一些人文啊 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绘本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心愿 也就是希望呢 能写一本我们花莲在地的绘本 送给我们花莲的宝宝 希望我们每一位出生的宝宝 在花莲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我们大人呢 可以透过陪伴孩子 跟孩子一起共读 一本很棒的绘本 或是共读一个故事 希望送给我们的下一代 一个终身有受用的礼物 那就是阅读 另外几日起自9月25日 在文化局图书馆二楼中庭 展出花莲县青子共读摄影展 鼓励家人将青子共读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 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说说有趣的故事 让青子关系成长 奠定孩子人生阅读的基础 让阅读向下扎根 向上萌芽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